探哥不要再叫了 转过头 贺小兰向身后吼着 探哥是一只八岁大的 雄性黄金猎犬 作为一只狗来说 它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对于别人来说 或许它只是一只宠物 可是对于贺小兰来说 它是从小就陪在自己身边的伙伴 是家人 所以即使探哥叫成这样 它也无法太过责备它 换好衣服 贺小兰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牛奶 到了一半在探哥的碗里 自己喝着剩下一瓣 探哥看到牛奶总算过来 可是眼睛却还是 虎视眈眈的看着前方 贺兰的房间 贺兰慢慢的放下手中牛奶 走到自己房间门前 拉开了门 什么也没有啊 探哥 你到底为什么叫啊 你到底看到什么了呢 探哥已经叫了好几天了 找到邻居都抗议的地步 贺小兰说了它好几次 甚至还捉模作样的打过它一次 可是探哥还是这样 叫个不停 作为一只训练有素的家养猎犬 汉哥会这样 真的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 从小被教养不要随便废的探哥 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大叫 只有陌生人进入他的地盘的时候 他才会叫的 可是贺小兰推开自己房间的门 打开灯走进去 早在源泉告度他的时候 贺小兰就将屋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生怕只有什么东西进来 别说是老鼠 是蟑螂也不行啊 可是屋子里却什么都没有 站在穿衣镜前 贺小兰插着腰看着门外探哥不敢进入 探哥却只是冲着屋内 乌乌的而废着 什么也没有就对了 煮泡面 泡面好了 怂怂肩膀 贺小兰离开自己卧室 关灯刹那 他没有注意到 月光顺着窗子投影到他卧室地面之上 地面上清晰的出现五个人影 那天晚上 贺小兰做了一个梦 梦里探哥在叫 梦里的她一直在逃 仿佛躲避什么似的 胸口好痛 然后她看到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的手狠狠地刺入她的胸口 贺小兰冒着冷汗就惊醒了 妈的 这个梦越来越恐怖了 还真是日有所思又有所梦啊 拙拙头 贺小兰低头的同时 忽然被自己的胸口吸引 看清的瞬间 女孩倒吸一口气 天哪 胸口的胎气变得非常明显 那么的新鲜 就好像是一道真正的伤口 正中从胸骨直切至直骨的长长伤口 一瞬间让贺小兰甚至产生一种错觉 自己的胸口被切开 自己的心脏没有了 不过只是错觉 猛地摸上自己左胸 感到自己心跳 砰砰跳动 于自己胸腔的时刻 贺小兰急促地喘气声 慢慢地平复了下来 虽然只有一刹那感觉 可是贺小兰确信 不过这个梦里让贺小兰产生另外一种怀疑 第二天去医院找父亲吃饭 即使是周末 然而父亲的工作却依然忙碌 我要一个病人去看 你在办公室等我一下 然后我们出去 父亲说完 看到贺小兰点头便随即出去了 留下贺小兰一个人 站在父亲办公室里 无聊的他索性参观起父亲的办公室来 能在本市唯一的一家专研心脏病的医院 当上院长 父亲专长是心脏外科 尤其是父亲本市是最具声望的心脏移植手术专家 墙上挂了很多照片 是被父亲挽救生命的患者 术后获得新生 与父亲合影的照片 贺小兰忽然想起 自己似乎很少和父亲合影 脚步读到书柜前 这里面的内容就不那么美好了 信手打开里面的文档 满目都是各种各样的临床实力 贺小兰看到其中一张照片的时候 心里忽然就乱了一排 那是一张心脏移植拍的照片 切口大的有些血腥 和之前看到的照片没什么区别 这儿 盯着照片上那人 被切开的胸口 贺小兰摸上了自己的胸口 照片上那道切痕 和自己的胎气好像 微微拉开自己的胸口 贺小兰惊艳地发现 不知何时 自己胸口那道原本浓重的胎气 再度消失了 和父亲的高雅西餐厅吃完一顿不知十味的餐 贺小兰突如其来的沉默 并没引起父亲太多在意 啊 你一个人住那边呢 我始终不太放心 还是搬过来吧 你敏仪呢 不介意的 父亲这样和自己说着 不用了 我现在学校很远 住现在的房子反而更近一些 可以多顺一会儿 委婉均决父亲的要求 何小兰忽然摇头 爸 小时候 有没有做过心脏手术啊 比如 心脏移植手术之类的 父亲有点差异的抬头 还插着牛排的叉子 就这样不雅的停在半空 很快恢复正常的父亲 随即垂眉 当然没有了 你小的 从小到大呀 一直很健康的 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没 这忽然想起来 一边说着 一边想口内塞食物 沉默了半声 何小兰再度抬起头来 抬头便看到父亲 父亲白发又冬了几根 爸 最近很累吗 和平是一样 不过 有些患者状况不好 担心别人要担心自己 爸 你年纪也不小了 哟 小兰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 讨厌 人家一向是很贴心很懂事的 后来的气氛总算因此变得活泼许多 可是压在赫小兰心头的那种怪异感觉 却再也消失不了了 和父亲分别之后 她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了本市的另外一家医院 为自己做了一次详细的心脏检查 哦 这么说 你今天回来这么晚 失去查身体了 两话那头 完全不感兴趣的说着 年纪轻轻 就养成体检的习惯 是好事啊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 我真的怀疑 我有心脏病史 检查结果呢 嗯 结果 是没有了 医生说 她的身体很健康 非常健康 心脏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不就得了 可是 我胸口那个胎记 唉 那是你前世被刺杀证明啊 她怎么了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这个和动过心脏手术的疤痕 是一样的 啊 我今天才发现这个问题呢 在我老爸的办公室 都都犯了半天 真的 那些动过大手术的心脏手术的病人 疤痕 是一模一样的 感觉自己朋友 心思动摇了 和小兰 继续补充 自己一天的恶补的一些知识 要知道 这些手术的切法 其实啊 都是很有技可循的 拿得下刀 切到几厘米 是很讲究的 可是 我今天才发现 我这个胎记 居然和那个手术疤痕 几乎是一样的 这样 就是说 就是说 你上辈子 是切心脏手术 死的 源泉冷淡补充着 好了 不打去你了 不过 就算你这么想 又如何呢 你不是 在你老爸 医院做的检查吧 那些人总不会隐瞒你什么吧 而且 对一个心脏病人 隐瞒他的病史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你老爸 绝对不会隐瞒你那个吧 可是 犹豫了一下 和小兰 说出自己的梦境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梦里 有个女人 想要我的心脏 回忆般的 和小兰回味着 梦中的 那惊鸿一瞥 是一个 三十多岁女人 和我差不多高 足眼下面 有一个很大的黑质 我记得很清楚的 太真实了 你说 我怎么会记那么清楚呢 听说 有的被心脏移植的人 心脏有禁忆 我很早以前看过 说的是 很多心脏移植手术人 顺后性格大变 变成原来的主人那样 我今天就想 那是不是 心脏的主人 可是 你检查 并没检查出来什么吧 对不对 可能只是我想多了 还是有点犹豫 贺小兰说着 听到身后探哥在狂叫 忍不住 没好气的 用脚踢了踢他 圆全问道 探哥的叫声 哎 你听到了吧 最近这家伙啊 每天都这么叫 烦也烦死了 搞不好 我做噩梦 就是因为他 沉音片刻 圆全忽然问 狗不会平白无故的 叫人这样子的 你检查过没有啊 你别吓我 我可馋了半天了 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你家 少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啊 干嘛问这个 搞不好 是白天来过人了 也说不定呢 摊哥是条好狗 很有分寸的 你窗户关了没有啊 怎么 果然没关呢 一会儿记得 把所有窗户都关好 一个女孩 也不住一点 圆全说着 听到贺小兰 心虚的应了一声 然后又听到 探哥的狂飞 那种叫声 连电话另外一段的自己 都下成这样 也难怪贺小兰 这几天 纳闷探哥 不懂寻常呢 圆全听着 贺小兰怒吼探哥 忽然想起 书上看过关于狗的警示功能 狗有着远比人类 更加发达的感知神经 它的本能的会察觉风险 并且预告风险 比如说地震前 狗会苦狂吠 骚动等形式报警 据说 优秀犬种的嗅觉灵敏度 是比人类高出一百万倍 其听觉灵敏度 也是人类高出十六倍 因此 狗能嗅到 人类嗅闻不到 不愿听 更不愿看 不愿想的一场征兆 也就不足为奇了 难道 圆全想着 秀琴的眉毛也皱了起来 探哥还在叫 声音小了些 看样子 石鹤小兰 把她赶出卧室 小兰家电话 是装在她的卧室里的 探哥的声音小了下来 圆全 却听到了新的声音 这几眉头 正好此时 电话再度被小兰接起 于是 圆全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你家有万人在呀 你说什么呀 我家就我一个人 还有探哥 探哥这几天 还是第一次进我卧室呢 好几天了 她都不敢进 只冲着卧室门 在叫着 闻言 圆全不语 凝神再度听取 通过贺小兰的话声 圆全感受着她背后 果然 你家真的没有别人吧 别是你带男人回家 不敢告诉我吧 电话另外一头 分明是男人的声音 而且似乎还不只是一个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还没到要哪儿那个地步吧 贺小兰有些生气 重重地挂让电话 听电话另外一头嘟嘟的声响 圆全沉吟了 真的没有人吗 可是 可是自己真的听到电话那头 有人说话呀 非常肯定的 圆全打赌 自己听到了 是自己的错觉吗 圆全那个大笨蛋 用力挂上电话 贺小兰有些生气 或许 她真的有些轻浮 只不过是 一点点虚荣心作祟而已 自己又不会 真那么花痴 别的人误会也就算了 作为自己平生 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之一 贺小兰不希望圆全 也这样想自己 汉哥 被自己骂在门外 坐在门外 也能听到她嘀嘀的嘀吼之声 贺小兰能够想象 她现在样子 不甘心 又害怕 不敢向前 大家可都是怪怪的呀 贺小兰 还身一眼 自己坐在屋子 忽然 不敢相信的 贺小兰 抽抽鼻子 呼呼 宽 宽 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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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香 她喜欢在商场里的香水 专柜 适用包 贺小兰对于香水 很是精通的 连男士香水 也不放过 这款香水 是她印象颇深的一款 粉色的男用香水 味道 和她颜色一样 非常之扫包 第一次见到时候 他就想象 会有什么样的男人 才会使用这款香水 奇怪了 我家 怎么会有这种香水味呢 抱着腿坐在床上 忽然想起 好友刚才说过的 会不会是屋外有人进来 贺小兰忽然感到 起背一阵寒冷 蹭蹭胳膊上击皮疙瘩 贺小兰 她的目光就对上了 留着缝隙的窗户